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汽车的税率高 但这些都是小问题 毕竟这么多年大家都习惯了 但我要是用同样的价钱买了一辆乞丐版 而国外也用同样的价钱就能买一辆顶配版 那就说不过去了吧 好吧 我接受你这个价格 可更让人说不过去的是 为什么提车的时候还要让我在家三五万的提车费呢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样一款车 大众图昂 海外顶配和国内乞丐版同价 还加价五万 简直就是坑 根据美国媒体以及大众美国官网的信息显示 投放美国市场的入门版图昂 起步售价为三万零五百美元 约合人民币二十一万元 中配起步价为三万三千五百九十美元 约合人民币二十三点一万元 价格是相当便宜 而我国低配版售价都是三十万起跳 别看人家便宜 配置可是一样不缺 中配版配备了自动大灯 无钥匙进入 自动雨刷 后视镜加热 真皮方向盘 十项电动调节座椅 后排阵阳帘 8英寸触控显示屏 雾灯等等配置 而搭载V6涡轮增压引擎的顶配版车型 售价48490美元 约合人民币33.3万元 这个售价只是我国什么都没有的低配版起跳价 在配置方面 包括了20英寸黑色轮毂 LED尾灯 真皮座椅 12.3英寸液晶显示器 前排座椅通风 12寸扬声器音响等等 真是一样不少 尽显奢华 看完以后 是不是觉得相当的坑呢 海外最高配版的价格 和我国低配版的价格一样 有可能办理下来 比我国低配版的价格还要低 哎 说了这么多 也只能吐槽一下 毕竟由于国情不一样 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不过各位4S店 定价都这么高了 你就别玩提车加价这一套了行吗